大家好 本田老刘啊 这一期呢 我们把这个滤芯给大家谈一谈一谈啊 介绍介绍啊 怎么时候更换啊 方便它的价格啊 这些 不用注意事项也来了啊 我们先说一说它这个燃油滤芯啊 燃油滤芯 先看看这个原厂的燃油滤芯啊 它的配件啊 它这个整都是整套的啊 这里面垫片啊 密封圈加这个盖就整整套的换啊 然后这个滤芯啊 看 拿出来看一看 然后看一下这里面看到没有 连这个弹簧啊 线束啊 密封圈 卡钩 哎 还有这些白色的垫片啊 全部给你换掉 说这个原厂件 做的它是比较可以的啊 价格呢 也能接受 都在300多块钱左右啊 300多块钱左右 也不是很贵 这个好像也是 电装了 对 电装了啊 看一下 电装了 电装我就不说这个品牌的来历了啊 反正是 全球最顶级的领部件供应商啊 之一最顶级的啊 300多块钱 呃 但是这个燃油滤芯呢 我们建议是4万公里更换一次 但是我 我们从实施 实际的一个情况 拆下来看呢 很多车 呃 4万公里拆下来 里面不脏啊 不脏 如果说你的车呢 呃 燃油加的比较正规啊 经常是中式油 中式化 这种大加油站去加呢 而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呢 可以稍微多跑一点啊 多跑一点路 具体跑多好路 我老刘不跟你们说了啊 你们自己看着办啊 自己看着办 反正可以多跑一点啊 现在因为国内的油品质量的确是比以前好很多啊 我们以前十几年前修本田 这个滤芯好像是2万公里就要换啊 后来改造4万公里 希望再改改吧 然后这个空气滤芯啊 空气滤芯这个知识点比较多了 这个东西要好好跟大家掰菜掰菜 这个 现在这个滤芯呢 跟以前不一样啊 我们以前的滤芯呢 我们打一个以前的滤芯 旧的啊 看一下 这个 这个是一代飞度的滤芯啊 原厂的 这个滤芯呢 他俩有什么区别呢啊 这个就是我们干式的啊 上面像这种灰啊 能吹箱一吹 它就飞起来了 干式的 这种过滤效果呢 现在没有这种的好啊 这种的叫湿式的 这个 这个过滤纸上面啊 过滤纸上面有油啊 有油湿式的 但这种滤芯呢 脏了以后呢 只能这样 拍拍 你看这个刚我下一放这个灰 你看 我拿着这个灰啊 但这种滤芯如果脏了拍下来的灰呢 它是一坨一坨的啊 湿的 不是那种干的啊 这种过滤效果 比它更好 好很多的 而且价格都价格都差不多啊 这样都差不多 像小车的小车的这种湿式的滤芯也就 50块钱左右 50块钱左右 像飞度啊 冰姿啊 这些小滤芯啊 小车型也就50块钱左右 大车型也就100块钱左右 100 有的90多啊 有的109 啊 价格还还好啊 这个 根据实际情况来说 这个不好说 多少公里更换 多长时间更换 你有的地方路况差的 它可能啊 一万公里就脏了 路况好的 你开两万公里 它可能还是干净的 是吧 这个不好说 根据你实际的一个行驶情况来说啊 然后我们说说这个空调绿芯啊 空调绿芯有意思了 这个 这个意思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 呃 飞度 冰姿用的 就是小车型用的一个绿芯啊 小车型用的啊 这个 60块钱 60块钱 不贵吧 还能接受 但是你看他俩有什么区别呢 尺寸都一样啊 尺寸都一样的 也能通用 啊 这个就贵 这个这个是129啊 这个一个买他两个还要拐弯啊 为什么呢 其实我也看不懂啊 我也看不懂 它两个可以通用啊 这个是怎么说用的 这个是耗影用的吧 耗影啊 耗影关道用的是这一款啊 飞度风范用的这一款 它俩尺寸完全一样 如果说你买这个玄柜 你也可以装他哦 一样的啊 这两个是 型号是呃 尺寸是一模一样 可以通用的 那这个就不一样啊 这个就不一样 这个雅阁了 这个雅阁这个尺寸 就是比他要大一号啊 比他大一号 这个也是120几块钱 将近130啊 比比我们这个空气滤芯贵多了啊 比他贵多了 这个雅阁啊 跟别的其他所有车型都不一样啊 除了雅阁以外 很多车都都是用这个型号的 空调滤芯啊 所以说呢 如果说你嫌他贵 你也可以装他呀 是不是 来的都是延长的 效果应该都还可以的啊 然后我们来说说这个 哎 这个几个东西啊 火花筛 我今天 其实有很多种啊 还有一种更便宜的啊 十几块钱的火花筛 原装的 ngk 的十几块钱的哦 我们店里没有啊 那是老费度用的 老费度1.3好像是用的那个 啊 我们最便宜的现在是期待雅阁了 期待雅阁的就这一款再用啊 期待雅阁的 我们来看看这火花筛啊 有什么区别 这个是25块钱的 25块钱的 啊 不是这个吧 要去屁 在这呢 这一个 不能瞎说啊 我一看 就看到了不一样的呀 看一下啊 这个火花筛也是 ngk 的 期待雅阁专用 25块钱一个的啊 你看他的热泽啊 是10亿这边啊 6 这边尾号是6k 的啊 6k 的 热泽 他这个每款火花筛对应的发动机是不一样的啊 他每一款火花筛跟他发动机是配套的啊 发动机的一个特性啊 他的燃烧温度 取决于这个发动机的变成这个火花筛的一个热泽的一个型号啊 所以说 你买就得买专车专用啊 最合适 价格还不贵 这个25块钱一个期待雅阁的 是吧 也是 ngk 的 哪里不同啊 就这个电极啊 这边电极这个地方 不一样 这是普通电极啊 烧一段时间 这下面会有磨损 烧事啊 会烧掉 那么我比这个好一点呢 好一点的是 我看看啊 其实这两个我有点看不出来了啊 好一点这个啊 这个 这个是五十几块钱 五十几块钱的 ngk 这个百斤一斤的 我已经分辨不出来了 但我知道它的价格五十多块钱的啊 这个段位的啊 这个价位的啊 这个价位的啊 这个价位的 五十几块钱 看它的电极啊 是是尖尖的啊 这种这种电极就是用脖筋的 这种火花塞就比较耐用啊 这个火花塞的寿命呢 正常是十万公里以上 十万公里以上 这火花塞最怕什么 最怕你汽油架到不好 就燃油啊 架到不好啊 就会坏火花塞 其他的还好啊 哦 这个 这个忘记说了 这个普通的火花塞 它的设名只有四万公里 四万公里就得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火花塞 这个双电极的啊 双电极的 看到没有 这个下面跟上面都有电极啊 这个就叫双电极 火花塞 这个火花塞的话 就贵了 正常一百块钱不到 一百块钱不到啊 这个是地球梦用的 像奥特赛 rc3啊 这种对用的 这个地球梦2.4发动机用的 这个 这个火花塞寿命呢 一样的 也是 也是 十万公里 十万公里 我们看一下这个火花 这个火花塞牛皮了 这个火花塞是日本 日本原装进口的啊 从日本过来的 看包装就看出来了 是不是 这个火花塞 大家应该能猜到是谁用了吧 这个是 混动车啊 混动车用的这个火花塞 也是ngk的 混动车啊 这个火花塞贵啊 这个火花塞160左右一个啊 160左右一个啊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我们最贵的火花塞 160 最便宜的16块 相差10倍啊 都是原厂的 所以说你选对了没有 啊 特别在外面花花 要注意了 一定要选对型号 啊 你想想 同样都是ngk 啊 相差10倍的价格 是不是 所以说呢 擦亮你们的眼睛啊 保养 不能瞎做啊 最好的不是最合适的 是吧 所以要选择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有什么想知道的 给老刘私信啊 老刘给你们解答一下 我们来看看这个空调滤芯啊 这个空调滤芯是不是 改换了 改换了 装成这个样 我估计这个灰啊 都能吹到脸上去了 啊 这个灰都能吹到脸上了 这还不太大 这是原厂的空调滤芯 过滤效果 非常棒啊 这是原厂的空气滤芯啊 这个 是不是能换了 这堵住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湿式的湿式的空气滤芯 上面的 灰尘了 已经变成油泥了 这种过滤效果呢 比那种干瘦的好很多 我们来敲一下看看啊 敲一下看看这个有什么效果 啊 这 因为这种湿式的是不能吹的啊 每次清理的时候 我们也是清天的翘翘啊 现在地上是干净的啊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湿式的效果 这个灰掉下来都是一坨一坨的 啊 看到没有 像这种 像这种容易脏的滤芯啊 其实都是好滤芯啊 就是同样的使用条件下啊 越容易脏的滤芯 说明它过滤效果越好